大家好,昨天刚录了一段视频谈川普给习近平去了一封信 今天早上看新闻就知道原来星期四的深夜川普和习近平已经通了电话了 而且呢是应习近平的要求川普表示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 有朋友留言说咱能不能聊一下这个最新进展 所以我尽快把别的工作先放一放,咱们先聊一下这个话题 如果有朋友看过我以前录的视频啊 我以前确实说过中美关系在酝酿着变化 而且川普他本人也有意愿对这个关系做比较大的修正 但是我并没有说过川普会在一中政策上和习近平死磕 我上次聊到这个一中政策的话题是川普见了马云不久 几天以后扭过脸来对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说 和中国一切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中政策 我当时的一个猜测呢是马云可能带来了一些条件 川普想了几天或者也跟身边的人商量了一下 觉得不太满意 所以又把一中政策拿来说事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自始至终 威胁要修改一中政策都是川普一个人的表述 从他接蔡英文的电话开始挑起这个事 那个时候呢他的执政团队里面的别的成员都还没有就位 相反他所提名的国务卿迪勒森 虽然也是一个对中的鹰派 主张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但是他同时也说并没有计划要改变一中政策 川普任命的贸易代表纳瓦罗 是吧 他是致命中国一书的作者 他也没有发表观点说要修改一中政策 这个星期二 美国智库 美国的亚洲智库有十几个顶级的专家 写了一封联名建议书给现在的政府 这些专家大部分呢是前任的亚太事务的官员 他们也是建议要对北京强硬 但是不要修改一中政策 所以现在川普表示支持一中 我认为是他接纳他的团队 其他成员意见的表现 是他采纳了他的团队别人的意见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其实是一个积极现象 川普一开始质疑一中的时候呢 也许是从商业的直觉出发 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谈判筹码 那个时候主要是以他的个人意志为主导 有一些异性所致 无拘无束的特点 而在现在呢 他的团队成员在政策的大方向上 开始发挥重大的影响 那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这其实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正常状态 这个白宫出的新闻稿里面 还有这么一句话 说美中两国将派代表进行接触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各项议题 进行磋商探讨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就是川普的女儿Ivanca 去中国大使馆拜年这个事情呢 我做了一段视频 我里面谈到就说我自己的感觉啊 就是拜年意味着中美谈判就要开始了 所以从刚才那个新闻稿里那句话 是吧 双方要派代表接触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和探讨 所以这个谈判 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到了 当初川普提一中政策的时候啊 他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和中国在贸易上达成协议 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的束缚呢 这其实是一个条件问句 他是把一中政策和贸易相挂钩的 但是呢 南海不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南海是和贸易相并列的另一个议题 这个事情我在以前谈过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觉得 如果不能先保证一中就开始谈判的话 就有被逼城下之盟的感觉 所以继续纠结这一点 反而成了中美开始谈判的一个障碍了 所以川普有了扭转 但是这个转向他也是有过程的 他毕竟是把和习近平的通话放在最后 而且先让Ivanca去拜年 然后又发了一封信 最后一看可能不表达支持一中 这个谈判就没法开始 所以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在川普就职那天 我录的这个视频里面说 美中关系的转向 它不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发生 因为双方要彼此试探 要有几个回合 但是我那段视频里面是说 我预期这种转变的结果 我们在今年就能够看得到 那我现在大体上也是持这个看法 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给出来的数字 2016年又创了新高 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了其中的一半 差不多一半 所以这个态势你不做一个大辅助的扭转的话 那么这个贸易逆差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实质上解决 你美国就去跟墨西哥跟日本跟德国去掐 去跟他们较劲 其实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在和中国恢复接触以后 我预期川普和俄罗斯改善关系 也会同步推进 从逻辑上来讲 和俄国改善关系 应该是在和中共达成协议之前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谈判当中 让中共觉得 它并不是一个能够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 我说这个意思大家应该明白 就是说在中美谈判当中 你即使是谈贸易 但实际上像朝核 像南海 像别的问题 它也都是隐形的处在这个棋盘之上 它是完整的一盘棋 削弱中俄这种半结盟的关系 能够把整个就是中共的战略优势给它拉低 便于川普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取得更好的结果 所以这整个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你不能指望它在几个星期之内 就像川普发布移民禁令一样 马上就能够看到结果 但是呢 我在这个看到纽约网上有纽约时报 对一个人民大学教授的采访 说这个事啊 说川普现在支持一中了 是中国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 这会让川普看起来像纸老虎 让他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那这个说法肯定就又过了 因为承认一中只是在这一个问题上回到起点 不改变现状 它并不改变在其他方面的实力对比 对吧 那下面呢 再说一下第九巡回法庭 昨天做出的这个判决 就是继续维持暂停执行川普的移民禁令 那么现在这个司法进程当然是对川普无力了 川普说要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大家法院上见 那么就这个事情进程的观察呢 我目前有一个印象 也跟大家交流一下 就是对川普这个人的印象 川普这个人 他当然他是有一些显著的优点的 就是他直觉很敏锐 他能够察觉到美国民众 对这种政治正确现状的不满 有给予改变现状的愿望 同时川普也有魄力 有行动力 他很少受承规教条的束缚 这是他的优点 但是他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就是他缺少对事物的一种哲学性的概括的认识 他对他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 这个制度的本性缺少了解 你像美国这种分权的制度 就是任何一级权力 他都有多个维度的别的力量在牵制他 这种制度的设计 本质上就是为了预防激进变革的发生 再说的简单点 这种制度的设计 它的目的就是不让任何重大的改变在一夜之间发生 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 天然的防守 它是一种比较强的作战方式 而进攻天然处于一种比较不利的地位 这就像你开一辆车 你想让这辆车在三秒钟之内速度从零达到一百公里 决定你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首要条件 是要看这个发动机的设计 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而不在于你踩油门花了多大的劲 对吧 所以作为川普来讲 你要设计战略必须和你所存在这个环境相符合 军事上有一个一般的原则叫做避时积虚 就是你要避开敌人的拳头 从他的软肋下手 而川普的战术是 要在对手防御最坚强的那一点上 发起正面的最强的攻击 这就像这个武侠片里面一样 两个高手队长 两只手上啪一下对在一起 然后俩人拼内力 最后不管获胜与否 他都必然会带来重大的伤状和损失 当然不是说川普的这一轮强烈的冲击没有效果 有 我们现在渐渐看到有政界法律界的人士出来说话 支持川普的观点 尽管他们不敢很正面很强的支持川普 态度上还是比较谨慎的 还有最近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 就是今天我在德国之声看到的 就是欧洲有十个国家 大部分人也反对继续接纳穆斯林移民 就是说川普这种强烈的冲击 他也能把整个环境带热了 现在他在司法上是触礁搁浅了 但最终的结果他未必会输 而且现在这种状况也会对美国制度的若干 基石性的观念产生冲击 所以他影响是会蛮深远的 这方面我也在思考 如果有了更多的想法再和朋友们交流